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张小涵预测3000万顶级六卦 一时位候选人的粉丝态度不一 网友猜测不少 8月10日 张小涵称自己拍到了一个价值3000万的顶瓜 并提供了一时名候选人 这一偷窥 掀起千层浪 一时间还比较平静的娱乐圈 顿时陷入了疯狂 与之前提供的信息相比 这次张小涵不仅暗示了3000万粉丝 还点出了一时位潜在赢家 杨子 迪丽热巴 赵丽颖 杨幂 肖战 王一博 蔡徐坤 王俊凯 Angela Baby 杨阳 如果这位顶级主播真的是他暗示的一时个人之一 那么他真的可以说内部娱乐会爆炸 因为它会发生 毕竟这几个人也算是名人了 每个人都有一个全国范围内议论的名声和话题 单屏粉丝就足以拉开很高的人气 再多一点点 想要爆发也不是什么难事 学位非常高 当然 也有部分粉丝对张小涵所说的话产生了怀疑 也发现了一些他曾经破过的顶瓜 2022年1月 张小涵表态要炸一个大瓜 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了一系列酒公格漫画 暗示某知名男明星与三亚女偶像发生了恋情 这在网络用户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谣言 张小涵说 从三亚机场出机场后 这位脾气暴躁的明星直奔自己租的海滨别墅 再也不见踪影 在别墅住宿几天后 他登上了飞机 以一个著名男演员和著名女歌手约会的形象 双引号 后来有人猜测 这个瓜其实就是黄子涛和许一扬 不过 网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随后 张小涵还公布了一位顶级女星爱上小鲜柔的消息 后来证实张雨起爱上了小鲜柔的95后化身李炳熙 张雨起拥有超过1300万人的粉丝群 尽管近年来她的人气没有明显下降 但她仍然非常接近被认为是顶级女性中的一员 按照张小涵的说法 她是女上刘 但不少网友认为这样的描述有些夸张 再有就是2022年7月被公知于众的作弊对在天一员丑闻 并预言内渔会爆发 曾几何时 如此强大的预热 让刘诗诗和吴奇隆在热搜上挂了一整天 然而 爆炸发生后 网友发现 原来是向左作弊 尽管内渔会爆的说法有些夸张 但向来一直对妻子示爱的向左出轨 着实让人意外 仔细想想 虽然内渔会爆炸的说法有些夸张 除此之外 她没有使用顶级流这个词 但这次她使用了顶级流这个词 并且给出了明确的候选人 所以必须是其中之一 再来看看一十位候选人各自获得的支持量 蔡徐坤粉丝超过3700万 肖战粉丝超过3100万 杨子粉丝超过6000万 迪丽热巴粉丝超过7800万 赵丽颖拥有超过9000万粉丝 杨幂和杨颖分别拥有超过1亿粉丝 王一博拥有超过3100万粉丝 杨阳 王俊凯 王俊凯分别超过3900万元 5600万元 8100万元 超过3000万 肖战 王一博 蔡徐坤三人 针对张小涵宣布送出3000万一等瓜的消息 一十位候选人的支持者观点不一 网友们也纷纷猜测 蔡徐坤的粉丝说 如果是蔡徐坤你会爆炸 蔡徐坤没钱给你买个破瓜 肖战的粉丝则说 有能力发菜单肖战的饭 赵丽颖的粉丝说 就是不要带赵丽颖 赵丽颖是三倍3000瓦 有人开玩笑说 杨子吃饭 迪丽热发吃饭 赵丽颖去超市 杨幂叫外卖 杨颖喝酒 蔡徐坤会提东西 肖战会走路 王一博会笑 杨阳可以睡觉 王俊凯可以开门 是这样吗 杨子吃晚饭 迪丽热发吃晚饭 赵丽颖就去 他很直白的说他不承认张 小涵的业务能力 肯定会有一些网友 对张小涵感到兴奋 毕竟 专业人士从事适合他们的活动 之前的向左事件 虽然涉及到暴风雨雨 但还是让很多人措手不及 据悉 张小涵将于8月11日 下午5点直播这颗3000万的 顶级甜瓜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看看张小涵是不是又在骗我们 还是娱乐圈真的要爆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